泡菜海鮮火鍋 嗨 我是小鬼 今天呢 我來做泡菜海鮮火鍋 聽過呀 之前就是 我本次寄這個泡菜給我們 但真的是蠻辣的 所以呢 我把它用泡菜鍋這樣子 這樣就不會去浪費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可以做兩次 那其實呢 就是海鮮鍋嘛 其實蠻簡單的 今天就準備了這個蝦 有沒有 這個是炒蝦 這是我們自己買的炒蝦 那其實我家裡都會放個兩三盒這樣子 就是想吃的時候換火鍋啊 或是用個什麼烤蝦都可以用 然後它這是14匹的 你看14匹的蝦其實也蠻大隻的 好 然後加火鍋也蠻剛好的 然後還有就是蛤蜊 今天就差不多這麼大個這樣子 簡簡單單 那其實調味料的部分呢 我就是只加這個 就是這個 這是韓國辣椒醬 一匙就好了 然後麵的部分呢 就是用這個 它其實裡面本身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本身就有這個 它其實有蠟粉這種東西 那你也可以加進去 其實也會更有味道 還有我最愛的這個 這個金針菇 它是 三茶龍 我覺得它吃起來脆脆的 跟金針菇的口感還蠻不一樣 那今天就是這樣子 簡簡單單單這樣吃 然後 現在呢 喔對還要加一個 雞湯下去煮 然後現在我就先來炒 炒一下洋蔥 洋蔥就是先 先下去 稍微爆香一下 然後去 來個甘萊 油 然後跟這個金針菇一起下去一下 好可愛喔 洋蔥先讓它下去爆炒一下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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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加這個炒 Dave 醬汁 放入冰箱 下一道這個 其實這個可以再加一些些水下去 它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讓它,就是去滾它 讓它那個泡菜的酸味出來 這湯都OK 然後可以加一點點這個醬油 然後還有一碗 再加一點點 好吧 這個 金燈菇先下 哇,香味超飽 好,差不多要下面囉 這湯超香的 這上面有這個起司粉 蜜夾,有沒有 滿滿的起司粉 滿滿的起司粉 然後加在裡面 這個菜其實差不多了 重點來了 去滅滅 這樣子 嗚呼 然後呢 吃蛋 吃蛋 就是啊 蝦子 就是這樣好賣 把蝦子丟下去 一下子丟下去 蝦子其實燙熟超快 麵炒都快亂 哇 有沒有看到這一鍋 就海鮮鍋 好,現在蛤蜊呢 也差不多OK了 才重點來了 咦,怎麼那麼多重點 就是起司 起司一定要把它鋪得滿滿的 這樣子 就其實用這種一般的起司啊 其實就,就還不錯 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很快很快就弄了 然後蝦子的話呢 就稍微翻一下 這樣海鮮鍋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起司 起司一龍 哇,這一鍋厲害了 然後蛤蜊也好 然後蝦子也紅了 妹妹喔 妹妹吃飯囉,你在幹嘛 你玩躲貓嗎 媽媽 躲媽媽 貓貓 貓貓是不是? 你這鼻子上面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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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哈哈 呀 呀